可能也可以请医生帮我们讲一下 如果说在这样子一个情况 今天比如说我去要求阻止你不要再继续下去 会不会造成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 对 可是我自己觉得 那问题出于第二天他赢回370万 第一天输了11800万 可是第二天他赢回一点点 所以他第三天回去播 是希望赢回更多 如果第二天他输了 我肯定他说我休息一下子 我才来回来赌 所以还是我们常提到的说赌客的心理 对 可能他会一搏赚回那个手里 可能他会跟你朋友讲 你看我第二天赢回370万 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你不要在这边啰啰嗦嗦 有可能这样的情况之下 像我的嘴巴又被封起来了这样 所以赌博的心理就是这样 还有一点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中脑已经麻木了 一个赌徒如果是真的是没有那个限制的话 麻木了就是说 你赢多你要赢更多 你输了你不会怕的 我们小赌疫情的人输一点点 我们就会怕了 就赶快停止了 可是对一个 我不认为他有病态赌徒 可是一个有问题的赌徒的话 他终老麻木了 好黄女士您在现场 你认为呢 你好 你好 早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赌场是不是有限制 那个顾客可以借多少钱 赌场是不是有限制 我想这个现在 如果是有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赌场 他们做顺利就是没有道德了 因为如果你是固定的 那个有那个限制来讲 就是报了 他不应该再借钱给他 好 谢谢黄女士 谢谢 讲到这个信贷额的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 他可以信贷额可以给到多少 所以这个像赌场这方面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就不知道说 他是以什么样的方法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审核评估 那么这个应该 这起案件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交代 那这个不像比如说 我们有我们那个房地产交易的 那种贷款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 有严格的一个标准 说银行或者说金融机构 贷款给人家买房子的时候 他必须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审核 那个很清楚 那么也可以参考这个法律 跟我们这个赌场的情况 你看虽然说金融管理局 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规定 是有发生过 就是有一些贷款 就是这个买房子的人 或者是做生意的 他是贷款超额的 那么也有发生过 就是说他其实 他贷款的那个数目 超过了这个条例允许的 那个百分比 那么也不表示说 你将来还不起的时候 你不用还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先例 所以在这方面可以这样探讨 真的还不起输不起的话 那最后如果这一名赌徒 我们不要讲说 这个上一般的赌徒 他是否就是可以申请说破产 来抵消这笔毒栽 这个很有趣 在新加坡 破产有两种申请 一种是自己申请的 一种是由这个债权人申请 那首先这个人必须是本地人 就是说你申请破产者 或者说被提供破产的 你必须是本地的公民 或者说永久居民 所以像一般的情况 而且关于说信贷儿等等这个方面 在赌场的信贷儿也只限于公民 跟永久居民 外国人他是不管的 赌场要借多少给他都无所谓 你要怎么借都无所谓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会带出来一个这样的可能性 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理由 去自行申请破产 那么有一道法令 这个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包括行内也有些人不知道 其实如果一个人他破产 他在过去的两年内 在破产之前 他是挥霍于赌博 就是说他把他的家当都赌光了 其实是犯法的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法律 所以说一个人 如果你是在别的方面破产 比如说你是消费 大量的消费 奢侈消费 或者说你生意失败 那你破产 那不犯法 但是如果你在 你的破产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赌 那么你赌了之后 两年之内 你造成你破产 其实是犯法的 他是有一个罪行的 没有想到说 其实在这一方面 他有很多的相关条例 所以大家也许在理解了之后 会更加的明白说 这个自我控制 本身的一个重要性 是的 那这里有一个 全国预防试读理事会的热线号码 就是1800668668 1800668668 那观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是家人 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 不妨提出您的询问 看看能否帮助他 避免他陷入毒海 所以我们在这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两位嘉宾 两位专家在现场 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谢谢 谢谢